莫斯科朱利奥意大利美食店 巧妙地利用了俄罗斯对西方食品的禁运 在营销广告中 不无调侃地说 视觉识别技术时的警察 看不到他们使用了被禁运的意大利食材 当然这个禁令只针对新的进口 存货不受限制 美食店老板赞比说 他敢在俄罗斯禁令之前囤积了大批货物 这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的产量很大 为了减少食品禁令的影响 赞比还开发了其他商品 近年开始后甚至在开始之前 我们就增加了用俄罗斯本地的食材 制作意大利食品 我们甚至还制作了一个小标识 说这是意大利人在俄罗斯制作的 比如奶酪和肉食 俄罗斯的经济危机 使得人们不再愿意花钱 买比较贵的奶酪了 赞比说 俄罗斯厂家也生产意大利奶酪 试图在意大利国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但他们做出来的奶酪味道总是不太对 但俄罗斯奶酪制造商 可克洛夫不这样认为 假如一位欧洲生产商来市区 假如我们不告诉他 他根本就区别不出来 所以不亲口尝一尝 就没有发言权 索克洛夫说 对他生产的奶酪的需求飞涨 五年来他第一次做到不亏损 假如制裁延长 我们希望制裁延长 比方十年吧 我们就能为我们自己国家的生产商 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内市场 这对我们非常有利 索克洛夫说 假如很快解除禁令 他将没办法跟价格比较低的 欧洲进口商品竞争 与此同时 为了应对禁令带来的短缺 俄罗斯的意大利餐馆 正越来越多的依靠当地的生产厂家 VOA卫视记者 施瑞福莫斯科报道